这些卖淫暗藏在被抓死都落无其事 表现得相当老练 有的干脆参合客人是夫妻关系 再被问到为什么凌晨两点多还在街头游荡时 几乎所有的三陪女都谎称自己 是去车站接姐姐或妹妹 有些被抓多次的 则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的卖淫行为 并交出了卖淫收入笔记本 前天接了一个 接到哪里啊 往普 怎么样接上的 大家就是问我 问我多少钱啊 我说我说多少钱 非常凑巧的是 前天凌晨被我们新闻一论监督车的记者 录下讨价还价声音的那个暗仓也被抓获 当时这名自称是江苏来的女子 正在天鹤南路行觅对象 看到记者的采访车也不回避 而且要求到车上谈生意 你们名字怎么算的 坐一车是两百块钱 那都不会说你多只的车 包一夜是多少钱啊 包一夜啊 包的每天看起来 八点 包到明天 比如说明天八点 八点啊 八点要五百 今天这名女子对自己的卖淫行为共认不讳 你没看到是电视台采访是吗 我不能试试吗 你那天在那天讲 重复什么啊 你都录音下来哪用重复啊 重复还不说这样子 据悉天鹤警方经常出动警力开载扫黄行动 但为什么这样一些明目张胆的色情活动少而不除呢 这无意是发人深思的 广东台记者李秀生 高仲元 李仲平的报道 连日来本台新闻节目披露了广州市天河东路一带三陪女活动猖獗的丑陋现象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响 大家普遍认为三陪女在广州城市的中心地带如此猖獗再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扫黄打飞实在不能止流于形式了 扫黄打飞的口号几乎天天在喊 而广州市天河东路一带是阳城的黄金地段 也是广州的一个窗口 代表了都市的文明形象 在这个城市的心脏部位竟然会有这样一个黄式的毒瘤 而且一个个被抓的涉嫌卖淫女 在记者的追问下都显得格外的老练 教人觉得不可思议 三陪女之所以能在这里明目张胆地进行色情交易 当然首先是因为这里给他们提供了温床 不说这样是被迫还是自愿啊 自愿啊 知道公安会能装吗 知道 知道 知道还出来 就为了赚钱吗 一个月最少的都有三四次吧 这个大的行动 小的都有都经常展开的 像你们辖区那时候是这个暗场活动 都算比较突出吧 在我们这个区 暗场这么多你们平时知道这个现象吗 都知道的 我们都一直都在搞这个行动 毋庸质疑的是 只有有关部门切实行动起来 不是流于形势 追根溯源 真正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罚款了事 这样才能把黄货扫除干净 广东台记者李秀生高仲元的报道 今天晚上广东省富城